Hello 大家好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我是伯伯 各位小伙伴已经在武侠剧中看到过这样一个神器 它刀枪不入 水火不容 穿上那件宝贝便可以纵横江湖所向披靡了 它就是金丝软甲 绝对算是一件上乘宝贝了 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武侠梦 身穿金丝软甲 手握长剑 行侠仗义 浪迹天涯呢 其实古代战争中使用到的金丝软甲并不是真的由金丝做成的 而是由铁丝或是铁环套扣坠合成衣状的 环环相扣 形如网锁 所以又称锁字甲 曾经锁字甲可是盔甲中的高品 编制的越密集 防护能力就越好 完全可以防御很多攻击性伤害 说到这儿 你们想不想一起窥探它的阵容呢 毫不炫耀地说 不不 我就有一件 我们一起看看吧 上继节 这就是传说中的锁字甲了 不不不 这是我的包包 这就是传说中的锁字甲了 是不是感觉非常的神奇 它是利用3D打印技术一体打印而成的 采用钛合金材料 通过特殊的结构设计和链接方式 而制成的金属柔性布料 来 我们再上细节 搞错了 再来 这里呢 因为时间问题 我只打印了一部分给大家做演示 如果有志同道合的好朋友 我想搞播大事 做件衣服什么的 我们也是可以配合的哟 就像这样 现如今 随着3D打印技术的发展 在时尚界同样可以成为标榜精细工艺的象征 比起古代战争时的锁字甲 现在的工艺更加紧密 结实耐用 如果我带这样一套锁字甲 穿越到古代 会不会让整个江湖陷入一场 夺宝大战 OK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 如果想看更多好玩的 记得关注伯伯哟 下期见 拜拜